同时如果你们准备照相机摄影机的朋友 待会我们实践允许的话 会让大家一起来合影留念 那同时如果准备他新书的朋友 或者是没有准备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的远川运书城 现在都可以在我们的书城上面 购买到电子书 那电子书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可以像我们云文手上这样子 你可以放大缩小 而且走到哪里通通都可以看到哪里 像是我们刚刚小猪在后台就有说到 很多局部的雕塑的地方 你就可以放大缩小来看 让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直接来做一个雕塑身材的动作 这个也是我们电子书非常方便的地方 那现在话不多说 我们赶快来欢迎最可爱最纤细的 上线最后面的朋友赶快靠过来 我们待会精彩活动再过一分钟之后 就要正式开始了 那当然为什么今天娃娃会在旁边呢 因为除了在我们的远川运书城 我们的书城上面 可以看到健康2.0之外 今天我们的健康2.0的摊位 也有在我们的书展当中 来做展览 那它的摊位就在C553 在7号出口 健康2.0是一本非常棒的周刊 它在中午空的动作 对不对 很可爱耶 天啊 老师你也太可爱了 听说这些口诀啊 健身操啊 甩直甩肉都是你自己想的对不对 对 因为很多人说运动很好 大家都说运动很好 这样假的是不是 对对 但是那运动就每天就是1摸2摸1摸2摸 觉得很boring嘛 但是有一些概念呢就很难把它介绍出来 所以我想说如果有一些口诀 把这些概念介绍出来以后 大家耳熟能详 对 把概念也有了 而且动作也好记 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排毒操 大家想排毒很重要 排毒很好 中医有中医的排毒理论 那我们西医有西医的排毒理论 那我是觉得没有错 其实西医也认同排毒 那排毒对西医来讲 只有几个途径可以排毒 第一个 呼吸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样鼓励做深藏呼吸 把身体里面的肺气 浊气不好的气体 把它排除掉 所以叫做土浊气 第二个呢是要灰臭汗 灰臭汗 流汗也是排毒 对对对 有些人流汗就特别臭 对不对 就是可能他身上 除了臭以外 流汗总是好事 所以鼓励大家多运动来流汗 就亏臭汗 第三个是大小便排毒 我们人体排除不要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只有几个毒 一个大小便 大便 大家知道排毒 让大肠干净 不要有塑便 不要有残留物质 那小便也是很好的排毒 所以大小便也是排毒 第三个 那第四个呢 还有第四章吗 第四个呢就是去心读 心读啦 我们有时候负面的情绪啦 很忧虑啦 很焦虑焦躁啦 不好的这些负面的情绪 要把它排除掉 所以呢我们要乐观 要积极要阳光 所以去心读也是第四个排毒 哦 所以心里如果有一些 将来不开心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毒素在 对不对 就会比较容易老 所以如果维持 开心愉悦的心情的话 就比较容易年轻 比较健康